为了正义与公平 十天十夜后 莫子到了颖都 颖在间湖北省荆州市 是楚国的国都 莫子千里迢迢赶到颖都 是为了九宋国 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 工书盘 也叫工书班 工书班 鲁班 为楚国制造了一种工程的器械 云梯 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 莫子听说后立即动身 来见工书盘 工书盘问 先生有何指教 莫子说 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 想请先生做了他 工书盘不高兴 莫子说 在下怨赴黄金二百两 工书盘更不高兴了 他拉下脸来义正言辞地说 比人恪守正义 从不胡乱杀人 莫子说 先生既然从不杀人 那就好说了 在下听说先生发明了云梯 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 请问 宋国有什么罪过 楚国多的是土地 少的是人民 牺牲不足的 去争夺多余的 不能算是聪明 攻打无罪之国 不能算是仁慈 懂得这个道理 却不具力力争 不能算是忠诚 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 不能算是坚强 不杀个别人 却杀很多人 不能算是明白事理 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做 公书盘没有话说 于是莫子又请公书盘 带他去见楚王 莫子说 如今有一个人 自家有豪华轿车 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 自家有绫罗绸缎 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 自家有美味佳肴 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 请问 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 病人 这人有盗窃病 莫子说 现在 楚国应有尽有 宋国贫穷弱小 你们却要去进攻人家 这跟那病人有什么两样 楚王 也没有话说 然而楚王和公书盘 都不想放弃 莫子便解下腰带 围坐城池 用小木片作为器械 跟公书盘 虚拟过招 公书掩饰工程 莫子掩饰防守 几个回合下来 公书既穷 莫子的招数 还绰绰有余 公书盘说 我还有办法对付你 但是我不说 莫子说 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 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子说 公书先生的办法 无非是杀了臣下 他以为那样一来 宋国就可以攻打了 可惜 臣的弟子秦古黎等三百人 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 正驻守在宋城之上 单等储君来送死 楚王一听 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成功营救了宋国的莫子 穿着草鞋步行回家 路过宋城时 天降大雨 莫子想进城避雨 守城的不让进 可见 至少这时 莫子并不是宋国大夫 宋人也不认识他 他的救宋 当然也非宋国所请 那么 他为什么还要管着闲事 为了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 是莫子毕生的追求 也是莫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 因为在他们看来 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 便正在于 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莫子说 一个人如果溜进人家的果园 偷逃窃离 大家都说他不对 官府也要追究责任 因为他不劳而获 损人利己 如果偷鸡摸狗 罪过幼重 偷牛偷马更重 如果杀人放火 那就罪大恶极 这就叫公平正义 所以杀一个人就有一重罪 杀十个人就有十重罪 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罪 那么杀一万个人呢 是不是应该有一万重罪 不 无罪 旗帜无罪 而且有功 因为这一万个人 是在战场上杀的 于是人们都说 这叫英雄业绩 叫卫国争光 完全不管那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 春秋战国 有正义战争吗 没有 都是侵略战争 发动侵略战争 跟大家结社有区别吗 没有 只不过由于明火执杖 只能更无耻 这种无耻行径 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 就变成正义的了吗 更无耻的是 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 屠杀别国的人民 掠夺人家的财产 还居然要 输之于主伯 漏之于金石 以为名于终顶 向子孙后代炫耀 那么请问 一个平民百姓 也去攻打邻居家 杀人抢粮抢东西 然后也记录在案 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 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是 王公贵族就干得 平民百姓就干不得 或者王侯干了 就叫英雄业绩 小民干了 就叫为非作歹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社会 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 既然是没有爱 那么救世之方 就只能是奸爱 奸爱就是奸相爱 交相利 奸即一世同仁 交即有来有往 前者讲平等 后者讲互利 平等就公平 互利就正义 公平正义 是不是要靠奸爱 来实现 而且也只有奸爱 才能实现 莫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 因为奸爱无差别 仁爱有差别 有差别就有等级 不平等就难公平 没有公平 又哪有正义 其结果也只能是 满嘴仁义道德 一肚子难道女昌 因此 莫子坚定不移地 高高举起奸爱的旗帜 这旗帜上 写着八个大字 互爱互利 公平正义 请问 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莫家社会主义 莫子主张的合理社会 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 莫子高度肯定 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莫子说 动物是不必男耕女织的 因为羽毛就是衣服 蹄爪就是鞋子 水草就是粮食 人却是 赖其利者生 不赖其利者不生 不劳动 则不得食 劳动 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 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 当然应该是 出力的得 不出力的不得 多出力的多得 少出力的少得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 往往出力最少 甚至完全不出力 叫不与其劳 祸其时 以非其有所取之 莫子把这种现象称为 无故富贵 这很不合理 非改革不可 莫子的方案是 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 做到自食其利 按劳分配 各尽所能 机会均等 首先 每个人都要劳动 都要做贡献 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贡献则有分工不同 叫分饰 比如君王搞政治 世人当助理 农民种庄稼 富人做纺织 这些都是劳动 也都有理由 有资格 按照贡献大小 得到相应的报酬 这就是自食其利 按劳分配 其次 既然按劳取仇 那么为了体现公平 社会也应该保证 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 让每个人的才能 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就是 各尽所能 第三 既然是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 即便地位卑贱 如农民 工人 商贩 只要有能力 也应该高语之爵 重语之路 任之以事 断语之令 相反 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 没有能力 也不能做官 总之 尊卑贵贱 都必须根据能力 表现和贡献 进行调整 做到官无常贵 而民无忠贱 这就是 机会均等 毫无疑问 这样的社会理想 在两千多年前提出 堪称 阵龙发聩 不能不让人惊叹 因此此说一出 便立即风靡天下 成为孔子之后 与杨朱齐名的 两大显学之一 然而 好景不长 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 很快就销声匿迹 墨子本人 也被遗忘 司马迁的《史记》中 墨子的生平 甚至只有 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迪 宋之大夫 善守欲 为节用 或曰 并孔子时 或曰 在其后 杨朱更惨 一个字都没有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 独尊儒术所使然 事实上 汉武帝之后 历代统治者 都是兼用儒法 道家思想 则亦之为 文人士大夫所青睐 因此 不但有外儒内法 而且有儒道户部 唐代以后 更形成儒道士三教合流 只有墨家思想 万劫不复 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意和践行 都有问题 首先是没有依据 儒家的主张 是有依据的 西周建立的 礼乐制度 就是历史依据 人皆有之的 亲亲之爱 就是人性依据 墨子的主张 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既无依据 也没有办法 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 说起来振振有词 听起来 头头是道 做起来 却没有一件能成功 没有一件能推广 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 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 太苦 太累 太难 穿粗布衣服 着草鞋木鸡 整天干活不休息 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 腿肚子上没有细毛 非如此 不能叫语道 不能算墨者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 墨子主张公平正义 这是我们要的 主张人类幸福 也是我们要的 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 却要靠吃苦耐劳 赴汤蹈火去实现 他许诺的人类幸福 对大多数人来说 却是苦哈哈的 也许在墨子看来 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 就是幸福 如果像他这样 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 云云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 感恩戴德 可惜他想错了 人民群众的愿望是 既要平等 也要过好日子 人人破衣烂衫 餐餐粗茶淡饭 天天劳动不止 还不准有娱乐活动 这样的日子 恐怕没人想过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 反天下之心了 反天下之心 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 故 以此教人 恐不爱人 以此自行 故不爱己 强制推行 则天下不堪 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 乃天下和 那么 庄子他们 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 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 道家是不喜欢政府 也不喜欢领导的 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 不喜欢 他们认为 政府和领导 最好没有 就算不能取消 也得等于没有 形象的说法叫 尚如标枝 民如野鹿 标枝 就是树顶上的叶子 它存在吗 存在 管事吗 不管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 道家的基本观点是 无德才有德 不爱才有爱 越智越没智 越旧越没旧 因此 正如最好的社会 不需要拯救 最好的管理 领导 统治 也应该形同虚设 或若有若无 至少 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 太上 下知有之 这句话 也有版本写作 不知有之 不知有之 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还有领导 下知有之 则是仅仅知道 有领导而已 等于没有 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 是领导人和老百姓 相互巴结讨好 叫 亲而欲之 再次 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 老百姓害怕统治者 叫 未知 最差的 就是统治者 侮辱老百姓 老百姓仇恨统治者 叫 五知 到这个份上 那就是乱世了 但 尚如标之也好 不知有之也罢 都说明 政府和领导 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 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 不要政府 但主张 政府不要作为 老子说 一个社会 禁忌越多 人民越穷 器械越多 国家越乱 技巧越好 怪事越甚 法令越明 盗贼越凶 总之 天下大乱 就因为统治者 太有作为 但统治者 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 一切作为 都起源于欲望 多欲 就不知足 不知足 就瞎折腾 越折腾 天下就越乱 这就叫 罪莫大于 可欲 祸莫大于 不知足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 这东西 其实人人都有 能做到的 也就是不去勾引 和诱惑 为此 老子提出了 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 不选贤 因为只有不推崇 贤财和能人 人民没有了 学习榜样 才不会竞争 这就叫 不上贤 使民不争 第二 不器重宝物 因为只有不把 其真一宝当回事 才不会有人 蒙生偷窃之意 这就叫 不贵难得之祸 使民不为道 第三 不炫耀 可能引发 和激起贪欲的东西 因为只有统治者 自己不展示欲望 才能让人民 清心寡欲 这就叫 不限可欲 使民心不乱 上有所好 下必甚言 这道理 老先生懂 所以 老子不但要求 统治者清心寡欲 而且希望他们 弱智无能 因为统治者 稀里糊涂 老百姓 就淳朴敦厚 叫 其正闷闷 其民纯纯 相反 统治者 明察秋毫 老百姓 就心怀鬼胎 叫 其正查查 其民缺缺 看来 最好是 统治者和老百姓 都浑浑噩噩 于是 老子提出了 他的渔民政策 具体的说就是 对于人民群众 要简化其思想 填饱其肚子 削弱其志向 强壮其身体 永远让民众 没有知识 没有欲望 让自以为是的人 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 为了让智者不敢为 必须常使民 无知无欲 当然要 虚其心 食其腹 弱其智 强其骨 但如此这般 岂非舒舒服服 变成动物 正是 问题在于 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 以其治多 所以要治国 就要渔民 要渔民 就要渔军 就算装 也得糊涂 这就叫 以治治国 国之贼 不以治治国 国之福 至少也得处 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但统治者 什么都不做 能行吗 当然行 老子说 统治者无所作为 老百姓就 潜移默化 统治者喜欢清静 老百姓就 走上正轨 统治者无所适适 老百姓就 逐渐富裕 统治者 清心寡欲 老百姓 就善良淳朴 这就叫 我无为 而民自化 我好敬 而民自正 我无事 而民自负 我无欲 而民自谱 一句话 不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 所以 君王不要自作多情 还是无为 而治好 无为不是不治 而是大治 要知道 在老子那里 但凡可以称之为 大的 必定是无 比如 大因牺牲 大象无形 大方无虞 大气 免成 既然最大的器物 不用做 最好的天下 也不用治 不治之治 视为大治 实际上 君不治 则民自治 君无为 则民有为 因此 老子的观点 也可以概括为 一句话 有政府 无作为 小政府 大社会 看来 老子并非 真无为 他是 不治而治 无为 而无不为 这就跟庄子 有所不同 在庄子看来 只有做到 上如标之 才能保证 民如野路 民如野路 就是自然 也是自由 那么 要政府 干什么 显然 老子只是 无作为 庄子才是 无政府 这是两种 不同的 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 无政府主义 也有 有为和无为的 不同排列组合 老子是 以无为 求有为 庄子是 以无为 求无为 墨子是 以有为 求有为 至于 以有为 求无为 则将由禅宗 来代表 那么此刻 墨子 老子 庄子 谁 接出了 果实 老子 果实是谁 韩非 跟老子一样 韩非 也主张 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 理由有三 首先 君无为 才尊贵 韩非说 天底下最高级的 莫过于道和德 道 宏大而无形 德 合理而普至 他们有什么作为呢 没有 却至高无上 无与伦比 而且 正因为 居高临下 无所作为 道才能生万物 德才能成阴阳 此外 秤能知轻重 齿能正长短 君能欲群臣 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 独尊者无为 无为者独尊 君主既然要 唯我独尊 就不能像群臣那样 整天忙忙碌碌 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 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 君无为 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 一件事情有人做 就有人不做 你做了 他就不做 你一个人做了 大家就都不做 然而一个国家 要做的事情 数也数不清 君主一个人 做得完吗 既然做不完 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 君主不做 臣下自然会做 君主闲下来 臣下就忙起来 这就叫 因而认之 使自试之 因而语之 彼将自举之 那么 是君主一个人忙 合算 还是大家去忙 合算 是君主一个人 忙可行 还是大家去忙 可行 不用说吧 第三 君无为 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 君主一旦做事 臣下就会揣摩 事情做得越多 臣下揣摩到的东西 就越多 如果君主还表现出 操作具体事物的能力 底牌 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 没有了神秘感 君主还怎么当 所以韩非说 尚有所长 事乃不方 今而好能 下之所欺 相反 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 面无表情 不知可否 高深莫测 臣下就战战兢兢 既不敢偷奸耍华 又不敢欺上瞒下 更不敢 寄予政权 用韩非的话说就叫 明君无为于上 君臣耸聚呼吓 显然 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 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 是弱者的智慧 老子一书再三强调 统治者要放低身段 强调柔能克刚 弱能胜强 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 韩非却是强势的 或者说 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 对于这一点 韩非也毫不讳言 势在四方 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 四方来孝 很清楚 君主可以无为 就因为要在中央 即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 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 由此权力 君主才能无为 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 老子的社会理想是 小政府大社会 民自治 君无为 基本上无需权力 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 主张尚如标之 民如野路 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 因此 尽管老和庄有区别 但 无忠心 甚至无政府 却是一致的 有忠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 无为而至 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 垂拱而至 孔子认为 一种好的政治 就应该向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自然而然 只不过 这种好的政治 来自道德 执政者必须为正以德 在道德上做出表率 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 才有可能像北极星那样 居其锁 而众心共之 没错 孔子的北斗是 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 占据这个中心的 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 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 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 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 北极星 当然 这些北臣 也并非什么都不做 比如史积思业 令离直属 让臣民各尽所能 各思其职 便是君王要做的 他们需要做这些事 也必须做这些事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 按照韩非的设计 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 包括被称之为五度之民的 儒生 侠士 石客 纵横家和工商业者 统统消灭 只留下农民和战士 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 很干净 也很单纯 显然 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 却又是无为的 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 在君主手里 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制 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做 既制乱于法术 脱是非于赏罚 属轻重于权衡 也就是说 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 君主即便专制 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 人不制 法来制 人不专制 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 叫做法家的原因 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 必须从长计议 但可以肯定 韩非主张的无为而至 是有制度保障的 由此保障 君主便可安居其所 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 这就叫 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 是封义社会 没错 四体不勤 大富翩翩 稳坐中央的君主 是封王或以后 那些什么想法都没有 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序 做贡献的臣民 是公封和公义 这样的社会 也会有人喜欢吗 有 谁会喜欢 墨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墨家主张的 也是封义社会 没错 法家在墨家之后 墨子在韩非之前 法家兴起时 墨家已经衰亡 因此墨家不可能 去赞成韩非 但如前所说 墨法两家既根本对立 又相互同情 那么 他们殊途同归 不可能吗 完全可能 主张封义社会就是 当然 这种相同 只不过不约而同 事实上 墨法两家的封义社会 只有结构是相同的 其余 则性质不同 起因不同 实现方式也不同 韩非是国家主义者 他的主张只能用于国家 也只能靠君主去实现 墨子却是社会主义者 他的主张 自己就能实践 在哪里实践 在组织中 与如道法三家不同 墨家不仅是一个学派 也是团体 甚至是一种准军式组织 组织的成员叫墨者 组织的领袖叫巨子 巨子具有双重身份 他既是导师 又是首领 对自己的弟子 有生杀语夺之权 可谓说一不二 另行尽止 一呼百应 绝对权威 墨子本人就是这样 据说 墨子当巨子时 手下有一百八十人 他们忠心耿耿 训练有素 同心同德 只要墨子一声令下 跳进火海 走进刀山 脚后跟都不会转一下 迎着死亡就上去了 脚复活导刃 死不还种 照这架势 如果领袖要他们 做人肉炸弹 估计也干 黑社会吗 恐怖组织吗 不 和平组织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组成墨家团体的 应该是一群善良的人 他们爱和平 勤劳动 能吃苦 守纪律 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 墨子本人 更是心地善良 道德高尚 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 这就跟商鞅和韩非 要建立和维护的 极权主义王国 完全两样 怎么也是风一社会 因为理想 因为价值观 那么墨家的理想和价值观 又是什么 公平与正义 还有平等 的确 墨家是追求平等的 实际上 他们反对仁爱 主张兼爱 就因为仁爱有等级 兼爱讲平等 墨子主张改革分配制度 和人事制度 做到自食其力 按劳分配 各尽所能 机会均等 也为了追求平等 墨家的这一追求 倒是跟法家相同 法家也是讲平等的 法家的主张是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这一点 已由商鞅的实践证明 商鞅虽然没能 法办太子 却法办了太子的师父 也算王子犯法 与民同罪 何况法家的主张 还有君主面前 人人平等 这就更不难做到 因为在法家的系统中 臣民本来就是 君主的公封和公仪 有什么区别 所以 法家讲平等 没问题 法家没问题 道家也没有 道家的主张是 道的面前 人人平等 这可是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实现 同样 儒家也没问题 因为儒家根本就不讲 什么平等 他们的主张是 对等 比如君人尘中 父慈子孝 有问题的 唯独墨家 什么问题 一个社会 人人平等 一旦意见分歧 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现实 不能不回答 韩非的办法是 违法 莫子的办法是 尚同 违法 好理解 就是一切听法的 包括君主自己 也得依法行政 违法侍从 这就叫 动无非法 也就叫 以法治国 实际上 只要能奉公法 费私数 做到行过 不必大臣 赏善 不以匹夫 就平等 那么 什么是上同 上就是上 上同就是上同 也就是同上 换句话说 一切思想 观念和意见 都必须统一于上级 最终统一于上天 而且 这种统一是绝对的 毫无价钱可讲 叫上之所是 必亦是之 上之所非 必亦非之 显然 这是一种 绝对的服从 绝对服从 对于一个准军事组织来说 是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完全必须的 问题是 下级固然人多嘴杂 上级也并非只有一人 那又怎么办 莫子的办法是 逐级上同 所谓逐级上同就是 村民意见分歧 由里长统一意见 里长统一不了 听乡长的 乡民意见分歧 由乡长统一意见 乡长统一不了 听国军的 国民意见分歧 由国军统一意见 国军统一不了 听天子的 天子是最高权威 有天子 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这办法 可谓墨加 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看 这里面有民主 木子规定 下级和群众有意见 可以提 上级也要听 但他同时又规定 如果下级和群众 不反映情况 要受惩罚 那么请问 这种所谓的民主 究竟是权力呢 还是义务 何况更重要的是集中 而且按照逐级上同的逻辑 最高思想权 话语权 决策权和裁判权 还在天子 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 最高的仲裁者 天子才真是说了算 其他人不过算说了 这是什么 名为民主 实为专制 甚至独裁 在这样的制度下 组织的性质 必然是集权主义的 领袖的权力 也必定是绝对化的 墨家团体 变成风一社会 更不足为奇 因为那些只有义务 没有权力的基层群众 本来就像公封和公义 就连大大小小的官员 也不过是包公头 墨法两家 终于殊途同归 尽管那风一社会 墨家的是民间团体 法家的是国家组织 墨家是为了平等 法家是为了集权 但最终会走向专制 是一样的 这时 也许就该听听儒家的主张了 如果说庄子的理想 是尚如标之 民如野路 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 尚如封王 民如公封 那么 儒家的主张便可以说是 尚如父母 民如子女 这就是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也是宗法社会 至少西州的事 按照西州封建制度 周王是上天的儿子 天子 诸侯是周王的儿子 王子 大夫是诸侯的儿子 公子 家臣是大夫的儿子 世子或君子 他们本来就是父子 何况不是父子也没关系 可以看作是 因为配套的还有礼乐制 礼乐制讲亲亲和尊尊 亲亲就是亲爱亲人 尊尊就是尊敬尊者 没有父子关系的人 如何尊尊亲亲 把君看作父 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 是人际关系的重重之重 君人陈忠 父子子孝 男更女之 似是同堂 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会 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 大同和小康是两种社会 也是两个时代 在大同之事 人们讲诚信 爱和平 男人有职业 女人有归宿 若是群体有人照顾 路不时宜 也不必户 这样的社会 墨家当然也喜欢 因为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就很符合 兼爱的原则 选贤与能 讲信修目 也符合上贤和非公的主张 至于谋逼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做 说明是无为而至 因此道家也喜欢 儒墨盗都喜欢 大同社会 起飞很好 看起来是 可惜好景不长 下以后 中国进入小康 从此所有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 只疼自己的孩子 人人为己 财产私有 职位世袭 于是 人们住见城池 确定礼仪 划分领地 换羊爪牙 因为非如此 不足以保护财产 不能够规范关系 结果是什么呢 阴谋也有了 战争也有了 这样看 小康岂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么是大同 什么是小康 按照儒家的说法 前者天下为公 后者天下为家 天下为公就是公有 天下为家就是家有 与公有相反的 原本应该是私有 但在中国 却从来只有家有 这是中国式所有制的 紧要之处 那么 什么东西由公有 变成了家有 财产和权利 因此 小康之事有两大特点 一是财产家有 二是职位世袭 其实是财产和职位 都在家族内 代代相传 这就叫家天下 由此产生的是 家国一体的制度 至于建成和治理 不过配套措施 然而这配套措施 却揭示了一个秘密 小康之事 是文明时代 是的 文明的标志是国家 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小康时代 成国勾持以为故 岂非证明公天下 变成家天下 其实是由野蛮 进入了文明 这是一种进步 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 文明的帷幕 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 和最卑鄙的手段 来揭开 因此为了文明 人类不得不付出 道德堕落的代价 但道家不这么看 老子说 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仁 师人而后义 师义而后理 辅理者 忠信之博 而乱之手 意思很清楚 道德一旦滑坡 就杀不住车 事实上儒家也承认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天下为家 则因为大道记忆 所以前者才叫大同 后者才叫小康 一大一小 岂非高下立宪 更要命的是 历史完全证明 老子所言不虚 是的 大同就是道的时代 小康就是德的时代 师道而后德 所以周公讲德 师德而后仁 所以孔子讲仁 师人而后义 所以孟子讲义 师义而后理 所以荀子讲理 到荀子的时代 岂非早就一塌糊涂 以德治国 仁爱就是 都相继破产 似乎出路 只能是退回道的时代 但大同之事 就当真那么好 姚舜宇不就明争暗斗 皇帝 炎帝和吃油 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没错 女娲或福西那会儿 确实没有阶级斗争 没有阴谋诡计 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却也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没有用的 大同之事 为什么路不时宜 也不必护 因为物质匮乏 根本就没得偷 这样的时代 你还想回去吗 就算想 又回得去吗 法家认为 回不去 在他们看来 不要说大同 就连小康也一去不复返 能争取到 治事就不错 既然是治事 那就要治 谁来治 君王 怎么治 依法 反正大道没了 就不要谈道 谈谈数就好 儒家却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 大道没了 还可以有中道 中道就是小康 就是人政 就是王道 这是中等之道 也是中庸之道 而其他三家 却总是 见走偏锋 比如 莫子上童 韩非识君 结果是 有君权 无民权 庄子无君 老子虚君 结果是 君权和民权 都没有 那么 什么社会 能兼顾 君权和民权呢 小康 这个问题 孔子说的不多 讲的多的是 孟子 那就来听 孟子说 好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